听到石川空的话 胡思尔一笑说道 师兄 你尽管安心研究 追兵就交给我们来应付 尽可能的为你争取时间 石川空点点头 随即又不理会几个人 专门研究石头上的静置 韩丽转头看了石川空一眼 很快收回目光 朝着前方通道望去 来了 提魂的话音刚落 前方通道内人影一花 现出了鬼目和阴虚的身影 阴虚目光朝着厅内各处望了一眼 眼神微微一松 冷冷地开口 哼 几只老鼠 逃得还挺快的 哼 石像的 这时候就听到轰的一声 雷鸣般扎响 却是胡三头顶的白色圆锥表面 白色电光 缭绕 电射而出 要打就打 何必废话 话音落下 白色圆锥 宛如一道白色的迅雷划破长空 一转 赫然化为上百个一模一样的圆锥 每一只上面都有白色雷电缭绕 蕴含着可怕异常的雷电之力 破空声顿时打坐 密密麻麻的圆锥 漫天飞射而下 将近半的巨厅空间 遮掩在其中 势不可挡地直奔鬼目和阴虚 所在照相 鬼目见状 冷笑一声说道 哼 小子得以忘形 说吧 他五指其张 骤然朝前探出 只见到手掌之上浮现出一团 耀眼的乌光 无数漆黑植物藤蔓 从中急速地飞射而出 并且分离出无数唐枝枝亚 瞬间就组成了一张细密的黑色藤网 一下啊 把那些白色雷锥尽数挡住了 这些白色雷锥好像鱼儿似的 被黑色藤网罩在了里边 四处乱窜 爆发出连绵的闷响声 乌萨儿面色卑变 两手猛的一掐绝 所有雷锥同时电芒大放 从中喷涌出一道道 刺目的白色电蛇 交错闪动间 纷纷劈在了黑色藤网上 然而 黑色藤网只是微微颤动了几下 那些白色电蛇便寸寸地溃散开来 藤网呢 连丝毫碎力的痕迹都没有 紧接着 黑色藤网表面黑光一闪 瞬间长出了一根黑色的藤条 一下将那些被困在其中的白色雷锥 尽数缠住 一股黑色水雾般的东西 从黑色藤网上渗透而出 当中散发着阵阵 类似于沼泽淤泥 呕出的糜烂气息 缠绕着那些白色雷锥上 白色雷锥立即发出震震的颤鸣 表面白光剧烈的闪动 似乎遭到了侵蚀一般 散发出气息飞快减弱 胡萨尔面色一变 两手猛的车轮般的掐绝 雷锥之上白色电芒大放 奋力地挣扎 一时间呢 黑色电芒交织闪动 剧烈的冲突 发出阵阵雷霆乍响 引得附近虚空 乃至整个巨厅的地面 都随之隆隆震颤 四周墙上的震纹一阵地狂战 鬼木 你在做什么 一声大贺从旁边传来啊 却是阴虚 他此刻面色冷峻无比 鬼木闻声 面皮抽动 掐绝一挥 黑色藤网上高涨的黑芒 顿时停住 胡萨尔见此情形 趁机一催法绝 身上的银白光芒大放 那些雷锥上的白色雷光啊 也是猛的一亮 一股雷电法则 从中喷涌而出 一下子把周围的黑色漫藤 崩碎 震拨开来 韩丽眼见此景 心中一下了然 接着 他手中掐绝 剑一挥 青光炸起 随即 一下消失了 下一刻 九道青光 凭空出现在 阴虚的身前 却是九柄青色的飞剑 同时 狠狠地扎响 阴虚面色微动 却不见他如何举动 底表浮现出一层幽暗的黑影 猛地膨胀开来 在周身形成一个球形的黑罩 九柄青竹风云剑刺在球形黑罩上 大半剑身 大半剑身深深地没入其中 随后就停了下来 无法刺入分毫了 阴虚冷哼一声 球形黑罩上幽光一起 浮现出点点黑色的符文 九柄飞剑刺中的地方浮现出一道道漩涡般的波纹 一股巨大的吸力 从球形黑罩中透出 将九柄青竹风云剑朝里边吸去 安利眉头微皱 却没有任何的慌张 立刻张口喷出一团清光 清光之中散发出惊人的先灵力波动 离口之后立刻分裂成九道 分别没入九柄青竹风云剑内 每一道清光中都夹杂着丝丝金灰 赫然是一道金色金丝 正是时间法则金丝 清光金丝没入青竹风云剑 九柄飞剑立刻猛烈的震颤 剑身浮现出一道道金色粗大的电芒 剧烈弹射而开 雷光之中更是浮现出点点时间法则浮文 黑罩立刻剧烈的震颤 黑光金芒激烈的冲突 一股爆裂的气息飞快的高涨 殷须微微一震 深周黑芒立刻停止了变亮 反而黯淡了下去 寒丽的目光微闪立刻加绝一点 九柄青竹风云剑迸发出金色雷电 再次一胜 球形黑罩剧烈的震颤 随即猛的碎裂开来 化为片片黑色残影飘散 九柄青竹风云剑倒射而出 一个模糊飞回韩丽深周盘旋 殷须面色难看 暗自咬了咬牙 正要做什么 忽然嗖嗖两声锐笑 他身后虚空波动 两条暗红色的锁链 从中飞射而出 朝着他闪电般的卷下 殷须身形一个模糊之后 化作一道纤细阴影 融入周围的黑暗中消失不见 下一刻顺移般的 在剧庭另一侧出现 蹄魂剑撞轻横一声 两手掐绝一挥 两道暗红锁链飞射而出 殷须看向蹄魂 力声大喝 幽浪 你竟然勾结外人 背叛九幽玉 王妃玉主 平日里对你爱护尤家 哪来那么多废话 韩丽大喝一声 手中再次一掐剑绝 酒柄青竹风云剑 剑芒大放 化为一片如山的剑影 剔头盖脸朝着阴须斩下 攻势凌厉之极 更爆发出冲天剑气波动 殷须朝着身后 布满阵纹的巨墙墙壁 望了一眼 眼角抽搐了一下 没有再次躲闪 身形一转 两手虚空一推 一道道黑影 从他掌心中飞射而出 彼此缠绕 形成一片黑色波浪般的存在 和那些剑影碰撞在了一起 一连串的闷响暴力而开 如山剑影般溃散消失 那些黑色波纹也消失无踪 殷须面色微微一白 但立刻又恢复了过来 他不敢施展太过强大的力量 一边要抵挡这些灵力无比的剑影 又要防止碰撞气息太过激烈 吃了一点暗亏 提魂 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候 他们如今投鼠机器 我们必须把握机会 韩力向提魂传音一句 同时手中剑绝再次一摧 轻竹风云剑散发出的剑芒狂闪 化为一朵朵青色的莲花 每一朵都爆发出惊人的剑气 再次如雨般地朝着阴虚射去 提魂此刻也回过神来 两手一挥 两道暗红色的锁链 从袖中飞射而出 闪电般 传相音叙 一旁的百里岩也开始动手 张口喷出一团黑色的火光 化为一道道粗大黑色的剑光 朝着鬼幕当头斩下 每一道剑光上漆黑的火焰翻滚 爆发出惊天的煞气 威势害人 六人当即杀在一团 大厅内各色光芒剧烈的闪动 两位大罗正如音箫记忆中那样 很怕让战斗太过激烈 不敢施展权力 更不敢毁坏厅内的一切处处束手束脚 韩力等人呢 则没有那么多顾忌 全力厮杀 有时候更刻意地施展大范围的攻击 让对方两个大罗不得不出手挡下 那这场战斗令殷须和鬼幕两个久忧欲 往日能呼风唤雨的大罗静修士 打得是憋屈无比 一身修为只能施展不足一成 不过呢 两个人毕竟是大罗存在 对于法则的运用是出神入化 远在韩力等人之上 很快稳住战局 慢慢占据了上风 韩力等人虽然心急如焚 但是碍于修为差距实在是太过悬殊了 仍然是无计可施 只得渐渐化主动进攻为被动防守 此时 大厅内的光源在不断的厮杀中 被余波熄灭了大半 厅内一片昏暗 大厅一边 一金一红一黑 三道人影闪电般的交手 正是韩力 疑魂 殷须 他们三个 忽然 金黑两色人影闪电般交错而过 发出一声低沉的闷响 韩力的身形亮呛后退 肩膀被撕裂出一道颇长的伤口 鲜血从中飘洒而出 应许身形也是一晃 但他立刻稳住 抬手朝着韩力虚空一劈 他深周散发的黑光一个波动 两道粗大黑色毛影 从中飞射而出 分别刺向 韩力和提魂 一个闪动 就出现在二人身前 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儿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